欢迎您每周三晚间八点准时收抗珠宝线上教室 我是台湾珠宝艺术学院的创办人卢春雄 晚安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主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钻石史上的两大变革 那我认为这两件事情将来一定会刻画在钻石史上 那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GIA推出的数位化钻石分级钻书 也就是以后GIA再也不提供纸本证书了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实验室培育钻石全面性的洗减全球市场 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要为大家介绍 GIA推出数位鉴定分级证书的这件事情 我们来思考一下 GIA他为什么做这么大胆的变革 其实他背后 是对市场有利还是对市场无利的 那GIA呢非常的知名 他在1931年成立 我本人自己也是那个 GIA的学生 GIA也是我的母校 那他 最伟大的地方 他就是创立了一套 市息的标准 也就是钻石上面的颜色啦 净度 切割 克拉 车工之类的 然后那个 成为全球 公认的鑽石品质标准 在1953年之后全面推向了国际市场 此外呢 GIA还有另外一个非常令人 值得 赞扬的 也就是他们也从事 珠宝 鉴定教育 所以桃李满天下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GIA大概同一个时段 全球大概有30万名 GIA的 校友也就是从 GIA毕业的学生 拥有 GIA学位的应该有超过30万人 那这30万人就成为GIA很重要的一个 推广者 因为他们都是他的信徒 那GIA我们来回顾一下他 最早之前的旧的logo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logo呢直接就揭示了 GIA的主要的营业项目 第一个他拥有宝石学术研究的部门 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鉴定仪器的研发部门 第三个就是 珠宝鉴定服务部门 也就是帮大家判断石头的 标准 再来就是珠宝专业教育部门 所以也就是你也可以在这边学习 认识更多的珠宝专业 这就是GIA 很重要的 四个架构 当然他们后来做了很大的营运策略上面的一个调整 所以又发出了一个新的CIS 新的一个logo 那这是在2014年的时候 GIA全面 放花一个新的 新版的证书 这版的证书其实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多了这个QR Code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这个QR Code 这是与时共进顺着 智慧型手机的普及 开始充分的应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QR Code可以立即扫描 然后连接到GIA的官方网页里面提供了这相对的钻石判断的一个资讯 那当时这个QR Code的 设置 其实已经有诱发了我去思考到GIA可能 要走向前面数位化没想到 在今年的6月8日 GIA 就全面的宣布 他们在 2025年 即将 全面走入数位化 也就是纸本证书 将来这样 走进历史 那结合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科技研发 也就是GIA match ID 他可以很精准的扫描判断他们所发出所判断的每一颗 钻石 因为那个 每一个证书都有雷科 那更重要的是这个雷科的位置刚好顺应着 每一个钻石腰围的这个 大概两度就会有一个颗面 所以这个转趋的磨面 因为现在这个技术提升 所以 不会像旁边有那个打磨花花乌乌的 所以这个 这个设备 的推出 其实对后面在判断上也会有很大的一个支持跟帮助 那 GIA全面要 让 紫本证书走入历史 这真的是一个 重大的 一个变革 那长期依赖 珠宝业者卖钻戒 然后就是减负上一份那个GIA 判读的一个 钻石品质的一个标准 哇其实对 生意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现在这张证书消失了 哇业界里面出现正反两极的一个评价 其实我们 就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你应该从正向的角度来判断还是从 负面的角度来解读 其实关键就是GIA为什么如果说真的对他不利 那他为什么还要做 肯定是对他有利 对市场也有利 那我们就 赶快来看一下 如何利用 那当GIA数位化以后也不代表 就是说 你资本证书就不能印了 其实未来珠宝商可以自制专属的 首饰产品证书 同时可以结合商家的品牌形象 更多元的行销整合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GIA也不是笨蛋 他为什么这么贸然的 这么大胆的 就把资本证书给 给停发了 那这个对市场一定会形成的冲击 可是业者就没有去想到 当GIA不提供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自己提供了 这个就很重要 譬如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属于有企业形象 也就是 这证书的背面 以前用GIA的证书 你这个根本不 就是百分之百 就是全面GIA的一个形象 那商家在哪里 商家在哪里 你的形象在哪里 你的形象 并没有在这个 钻石交易的过程中 得到了一个露出 所以呢在这之前啊 我们就要去理解 将来我们要做真正事的时候 我们要赶快做些什么准备 那一个品牌的建立 其实有很多要点 那珠宝业者我认为最快速的 应该要立即建立自己的形象 以价值 然后再来就是 让他拥有合法性 所以就像GIA的logo Mark 一样 他们要去注册 那只有注册之后 受到法律的保护 你才有商标使用的一个 功能性 那像这个GIA他这个就是啊 就是这个已经完成注册 取得了商标的一个专利权 意思就是 你不可以再 冒用他 顶替他的企业形象 好 那当我们可以来自制的时候 正面就是以企业的一个形象 我上网其实随便找了一个 品牌啦 反正就是大概的 你要怎么做 那就是你的自由了 背面我们就可以 将GIA 移工的数位置信 直接一起 呈现在 在自制专属的一个珠宝证书上面 因为现在列印的形式 也非常的普及 列印设备也越来越 越便利 所以在那个 任何一个 办公室里面随便自己要成立一个 雷射印表机啦 然后用那个不同的 质感来印刷自己的证书 其实都很方便了 所以这个 绝对可以 跟得上 未来的潮流趋势 所以绝对是加分 肯定是加分 我也即使 即便如果我自己是珠宝商 我也想要背面有我自己提供的 那个商家的一个资讯 那举例 那商家就可以把自己的 企业形象资讯 电话号码啦 什么产品质 材质说明啦 制造工序说明啦 甚至 珠宝手势的操作使用说明 维护保养说明啦 甚至客户服务资讯 等资料 就是一并 就是在这个真数里面 一次 就把它呈现出来 绝对是加分 绝对是加值的 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干嘛 甚至结合珠宝设计图稿啦 设计师的签名啦 祝福以啦 甚至这些作品 代表什么意涵啦 其实都可以表彰 整个珠宝琐事的价值 这肯定 又是加分 所以 何乐而不为 那所以真的要感谢GIA 不要再发纸本 那个把那个发纸本的权利 握在我们手上 当然你也可以说 那商家怎么去判断 那其实它上面就有一个QR Code 不要忘记 你立即就可以判读 所以 客制化证书 也是未来可能 发展 变成一种专属 唯一独特的 譬如结合客人的婚纱照啦 誓言爱的秘语啦 那个私密的一个 资讯啦 同时可以成为约定的一个见证 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所以GIA的做法基本上真的是非常左叶的思维 非常领先的基础 所以我们绝对要去 支持 而且看从正向的角度来 来面对这件事情 GIA同时也考虑将 旧有的纸本证书 转换成 新的数位证书 此外呢 数位化 以后 那就可以减少很多纸张消耗啦 所以可以减少 18 5吨的一个塑料啦 20吨的一个纸张 其实这对环保 对 节能减烫 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其实GIA这个勇于创新 颠覆传统的这种精神啊 非常值得肯定 所当其冲的绝对不是珠宝业者 也不是消费者 而是其他的实验室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其他实验室 像IGI 像这个也在那个欧洲非常知名的一个这个实验室 他们就 神经就要绷紧 为什么 因为面对GIA这样 巨大的一个变革 这些 实验室也很努力的在改变 您或许不知道 IGI全球实验室 81%的一个控股 已经被中国复兴集团给收购 那复兴集团基本上是做药品起家的 当之前我们那个在那个疫苗啊什么方面也有出现过 中国南海复兴集团这个大家可能自己去留意一下 所以呢复兴集团他们在操作的时候就是 他们的值本赠数可能还是会维系 那他们就很积极的在多角化也积极的办理了教育的事业 因为这个教育事业是GIA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因为等于就是每一个毕业的学生 都是他的推广者 那再来就是HRD的证书 他们也很明显跟GIAIGI都是在钻石证书上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全球的权威的一个三个部门 那HRD的鉴定标准就跟GIA几乎很接近 那在欧洲很经常被直接引用 把它当成GIA的证书的角度来判断 那HRD也做了很多推广性的活动 教育事业甚至珠宝设计比赛这就是很积极的在突破 那恐怕都来不及 像GIA这么大胆 你看全面的数位化 五指化的策略其实这就非常的 非常的佐业 您现在收看的就是 每周三晚间8点的珠宝现场教室 我们是台湾珠宝艺术学业 那我个人相信 拥有专业才能够成就事业 所以呢台湾珠宝艺术学院 积极的将所有珠宝知识标准化系统化透明化 透过课程的一个分享 透过数位的一个传播 透过印刷品纸本 积极的想要把我们的知识 奉献给各位 我们也跟好好 推出了 全台湾第1个线上 珠宝 首绘设计入门提供很多优惠 我们也推出了iPad 平板 绘图软体 也就是Poker的应用软体 这个也是相当热门的 因为它已经成为现代 基础设计的一个基础能力 广受大家的欢迎 我们也积极的 应用更多单场次的一个珠宝讲座 让大家有更灵活的机会 可以去接触到 各种不同 专业的一个珠宝艺术专题讲座 那这个讲座的内容非常的广泛 大家可以不定时的去追踪 本周五 也就是7月1号 我们就要以 认识珠宝贵金属为题 为大家介绍 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也主动追踪 透过关赖 透过FB 积极的跟我们接触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继续讨论 实验室培一钻石 全面洗减 全球的市场 那这个议题 也将 在下个礼拜 为大家做更深入的一个介绍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节目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